觀眾小哥拼經濟 這是我們台灣年輕人 很辛苦 具體而為的縮影 因為整體大環境不算理想 所以理財成為每個人的必修客 那麼接下來這個報導當中 我們採訪了一位 很紅的財經部落客叫古瑜 他40歲那天 就完成了財富自由的夢想 那麼過去 他也曾經是一位爆肝工程師 在竹科幾乎天天加班昏天黑地 後來省之間用存骨粉 專研財報分析 練就了不看盤存骨的一身本事 那麼10年下來 累積了千萬資產 年齡鼓勵80萬 而現在他辭掉了工作 到處分享這個不看盤投資數 而這個報導裡面 同時還有一位 原本吃公家飯的教官 那麼他也是在壯年時期 就決定要退休 雖然小賺了70萬退休金 但他不後悔 當然人生有很多種活法 我們來看看這兩位 如何賺取財富 同時也賺取快樂 算力教官楊里萱 過去在大學當教官 41歲那年 他申請提前退休 即使每年會少領70萬的退休金 他一點都不後悔 我申請提前退休前三年 我的股息收入 現金股息跟股票股利相關的 其實像之前來講 每年就穩定的在百萬以上 那到了今年來講 就差不多是200 就191萬 古希真能養後半輩子 但為何要放棄穩定的鐵飯碗呢 原來當教官前 他在陸軍司令部上班 每天都很忙 其實就是凌晨2點才離開辦公室 大概有半年的時間 那回到家以後 我太太都睡了嘛 我就在思考我的人生 難道就要這樣子嗎 如今楊里萱轉當全職奶爸 也開心分享他的投資秘訣 它是不受景氣循環影響的 不管你有沒有錢都要用的 比如說今天你們大老遠的 就從內湖這邊過來 從公司這邊過來這麼遠 不管你開什麼樣的車 你要加油 好 你聯絡我 你又打電話 這都是一個必要的一個需求 所以我剛開始在投資的時候 我就去投資天然氣 像你們內湖的大台北瓦斯 有線電視 三大電信 玩到哪 投資到哪 從主辦洗澡到銀行提款 凡舉生活用得到的 他都能看到準股奇蹟 大台北瓦斯這一張股票 這張股票當作用17.9買 到現在已經是31塊多 我們先不要講價差 每一張股票 它每年就貢獻我 1100塊的現金股息 大風有限電視 我30塊買 30塊買光這些年 已經連了大概20塊的股息 現在每年像去年 今年 今年每年還給我2.5元 相當於殖利率多少 8.5% 他說投資最重要的 就是分散風險 把六成資金配置 放在名稱消費類股 另外四成則放在獨佔 或者是位在龍頭的產業 我當時去買巨洋的時候 我發現了在進入海嘯以後 它的成長非常的迅速 處分過一次賣在140到190 我這一次是除完全息之後 外資還券以後 我賣在176.5元 所以光這一檔 就是這幾年的股息配股 還有反正就是總盡力 大概在700塊 他公開選股技巧 第一個 殖利率 我希望殖利率在5%以上 再來本益比 我希望20倍以下 怎麼樣本益比20倍以下 20倍以下相當於殖利率就 當年賺的錢就給你5%了 如果是15倍以下就是6.6% 研究財報 做功課 偶爾來個危機入市 就像2019年 東元電機到立委提報 子公司安博電機 涉嫌偽造證書 販售假防爆產品給台電 楊麗軒就知道 這次的進場時機 17塊9 我就進去撿 它是高鐵的大股東 它手裡我印象裡面 應該有10幾萬的漲 高鐵股價從15塊一直 漲到40幾 請問一下它會不會獲利 會吧 有機會 因為高鐵股一直在賺錢 而且目前它還放在手裡 所以我去買綿藥 可是到現在 它已經找到餵吃飯了 但難免也有摔跤的時候 再生它後來不是有那個 凸鷹案 我們包含證交所跟投保中心 都說要去告那個放空機構 我在這裡嚴重警告 所有的外資的相關研究機構 不可以發布不實的消息 好像100塊繃跌到60塊 我想說已經腰斬了 60塊我就進去撿 好像我進去撿 撿200股 還好我是撿200股 不是200張嗎 現在我們來看到 它股價只剩4元左右 100多到4元左右 我自己寫了一個呈現 最主要的用意在於 其實我可以快速的去 挑選股票 以前你看 不然每次財報一出來 三個月 你還沒有看完之後怎麼樣 下一季的又出來了 退休後的楊召冠 除了財富自由 還有更多自己的休閒時間 每個人人生有不一樣的規劃 對我而言來講 我一個人生規劃就是說 我小孩小 那小孩子成長我們隨便不到 各位投資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蠔魚 那我們今天來跟各位討論 幾個投資很常見到的一些問題 你知道那個學生就是說 對於可以不要工作做前進的 這件事情都很感興趣 你知道嗎 骨魚從小在南部長大 背上念書 台大機械所畢業後 在竹科當工程師 從小資足開始存股理財 這樣的骨魚又有什麼能耐 可以吸引一票粉絲 以2015年為例 當年的經濟成長率不到1% 全國房價平均跌了5% 經濟面不利的情況下 當年大盤一度衝上萬點 先上後下 波段暴跌了28% 全年下跌了10.4% 股民哀嚎的同時 骨魚當年的投報率 就超過了20% 年股力所得50萬 2016年更是達到年股力80萬 40歲就完成了財富自由夢想 當你哪天不工作的時候 你的收入就停了 所以你等同說你 如果你是用投資的話 它就變成你就算不工作 它錢還是會進來 可是它錢進來的大小的話 就取決你的眼光這樣子 股魚沒有商科背景 當時的他在科技公司擔任工程師 整天待在吳城市超過10個小時 以前那個精神很差 所以每天到公司都 頭都暈 頭都是暈暈的 因為每天都塞車啊 就很討厭啊 對啊 所以其實工作時間真的還滿長的 投資一開始還滿痛苦的 還滿痛苦 因為像以前 以前像我跟我老婆的話 如果沒什麼意外 我們都是在公司吃完之後才回來 一天只要50塊而已吧 那你一些錢的部分就可以 能夠省的話 就盡量全部都省下來了 以他當時5萬月薪為例 一個月餐倍2000元 加上交通費1萬 房租1萬5 生活費5000和保險費5000 除了必要開銷 剩下的1萬3買股票 每年的高額獎金 也全部投進股市 財務自由的第一個要先就是 你要先能夠處理掉 你必要支出的這一塊 你要先把它處理掉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去算了一下 如果是處理掉 日常生活的那一塊 其實你的股力 大概接近50萬左右就差不多了 古於迴響當年第一檔股票 花了10萬元 結果賠了4萬多 讓他驚覺財報不能只看表面數字 要學會有效率的看懂財報 其實看這些報表 對很多投資人來講的話 是有難度的 火場來講這個難度很高 他開始深入研究分析工資財報 離清一家公司值得買進的理由 可以中長期存股 最後整理出三招不看盤投資數 當然說你從報表當然是很困難 可是你報表把它做整理之後 其實你很快就可以去賺到 就是這間公司到底 它的狀況是好還是不好 你這個很快就可以去判斷 第一招先從財務指標挑出潛力股 條件是公司要成立5年以上 最好年年發放現金股利 以及公司的現金流量大於0 你可以把公司發現金股利這件事情 當成是公司老闆發薪水給你的概念 就是說如果今天這個老闆 你進公司之後 就如從你買這間公司的股票 然後你發現這間公司 給你的薪水越來越好 那它是不是應該是一間好公司 以台股1700多檔股票為例 第一招篩選後 大約只剩下200多檔股票 接下來第二招 針對財務報表來細分 包括稅後盡力要大於8% 營業利益要大於0 本業比要大於80% 負債要小於60% 在台股最知名的 就是台積電跟聯電 台積電跟聯電 一開始兩家都是專注本業 兩家一開始都是專注本業 可是這兩間公司的話 你發現當一間的競爭力 越來越強 一間的競爭力 越來越弱的時候 弱的那一家 就開始有很多意外 就跑出來了 透過第二關篩選後 剩下的90多檔股票 最後還要算出 買進賣出的價格 哪一檔跟價位 這是最常見的 其實哪一檔這個問題倒還好 重點都是價位 重點都是價位 到底多少錢可以進場 這個是對他們來講 才是最重要的 除了財報分析 他還未認真寫筆記 紀錄會影響經濟和股價的事 例如政府宣布高鐵難言到屏東 對居民是利多 但卻可能會影響高鐵的獲利 和股價表現 你可以隨時去回顧 去回顧說 那個時間我到底在想什麼 因為常常有些人他會覺得 因為有很多投資人 他會有很奇怪的毛病 就是他永遠都會錯過 最好的買點 Always Always會錯過 古魚還透露 為了降低風險 每檔個股資金 不會超過投資部位的5% 目前手上持有 包含台積電 中華電等23檔股票 股本累積超過千萬元 投報率14%到18% 至於投資分配 股票7成 純收息債券加特別股3成 屬於中長期持有的保守型投資 達到財務自主後 古魚脫離了曾經的爆竿歲月 現在除了經營粉絲團 也出書 演講 甚至上理財節目 我們跟投資人員不太一樣 是說 我自始至終相信這件事情會成功 所以我就想辦法去 把它可以成功的因子找出來 然後想辦法時間 在我的投資裡面去 很多投資人就是想了很多 但是最後都沒有投入 從古城的小資族 最容易入門的投資方式 根據財政部統計 2017年鼓勵所得 平均每人獲利13.3萬元 這些專家們也提醒 決定進場前 還是要多做功課 才能讓投資理財之路走得長久